大型抗日战争剧《我要当八路》即将于8月8日登陆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 8月5日该剧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播发布会 当天,片中五位主演谢孟伟、王鑫、胡杨、周初初 以及张绍华跟随北京电视台欢聚一堂系列活动 走进方庄街道社区,与当地的社区群众进行了亲密互动 该剧,讲述的是草根青年成长史 几个原本互不相识的热血青年 在与侵略者斗智斗勇过程中,逐步磨砺成民族英雄的感人故事 而为了将该剧拍摄完成,众竹花们也是吃了不少苦头 他们几个拍这个戏的时候,每个人每天在现场大量的吃馒头,吃米饭 然后只要不拍戏的时候,片场就看几个光着膀子 然后就开始练肌肉,每个人练的都跟绿巨人似的,特别健壮 此次,老戏骨张绍华在剧中饰演了德高望重的祖奶奶 除了戏中,对整个家族照顾有家外 戏外,慈祥的张奶奶对于剧中演员也是十分疼爱 很开心 这时候喊张老师,现在戏里面有时候就是大家跟同龄人似的 他玩的一些新鲜玩意儿,我们可能有时候都鼓动不明白 发微信啊,发微博啊 然后就像年轻人一样 跟我们剧里面带了好多的,哎,超人,很多的活力 酷六娱乐,北京报道